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9号召开年度记者会 古特雷斯表示希望俄乌冲突能在2023年找到和平解决方案 他还表示联合国将继续努力扩大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帮助俄罗斯解决化肥和粮食出口问题 在年度记者会上 古特雷斯对于近期俄乌之间进行严肃和谈的可能性表示并不乐观 但他强调联合国将继续提供对话平台 希望俄乌双方能够在2023年达成和平解决方案 不管是对乌克兰人民还是对俄罗斯社会和经济发展 还有对全球经济 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而言 我们都需要在2023年结束前心理达成和平解决方案 此外古特雷斯再次呼吁扩大黑海港口农产品外运协议 增加粮食外运量 我们希望有机会增加粮食外运量 现在对于运输船只检查数量是有些问题的 我们期待能够增加检查船只的数量 与此同时如果还能够从这些港口出口和城安会更好 当然我们也会根据局势发展扩大协议港口数量 我们会尽力抓住所有机会增加粮食外运量 古特雷斯还表示目前联合国正尽全力帮助俄罗斯出口化肥和粮食 联合国方面已经与欧盟协商解除俄罗斯出口化肥公司的相关制裁 并帮助俄罗斯实施人道主义化肥运输 古特雷斯警告如果化肥价格仍居高不下 将进一步恶化为粮食短缺的问题 我们下期再见